女孩们还是努力赚钱吧 有钱十腰都好说 跟钱认在一起时 两人都是同事 我是第一谈恋爱 比较天真 他买车不够钱 向我借三万 后来开车帮他亲戚干活出事 坐牢一年多 我不离不弃等他出来 也是在这期间他坦白之前 在家里钱了二十多万赌债 所以几年没回家 我不嫌弃等出来 出来后因为证件原因要回家 就说带我一起回去 我想着也谈了一年多了 去他家看看 到了他家 他家条件比较简朴 但是他妈说我不懂人情事故 说不喜欢我 没多久他对我的态度就变了 说我要是做得好 别人会说你吗 然后分手了 分手提出让他把三万块还给我 拖了一年多才嗨了五千 一问他就说没钱 说他的情况 我不是不知道谁要的 身边的朋友都说他这种真狠心 挣扎不合适分手就罢了 你坐牢一个女孩等你 不离不弃 不嫌弃你欠债 分手后居然还不还钱 而且这男的分手后一个多月就有心欢 真是让我心寒 我心里有心痛心的 我心里有心痛心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